Odio Jungle 历史学家蔡东藩在清史演绎,清朝延史大观里也对湘妃有明确记载,据史书记载,乾隆中叶,新疆的大小和卓木叛乱,乾隆皇帝派大将军召会前驱平叛,公元1759年,大小和卓木被清军大败,收获俘虏无数,其中有一回布王妃,湘妃,这个湘妃不但天生丽质,长得倾国倾城,而且天生其湘,身体有一种 超出常人的一乡,故称湘妃,回京城后,赵慧为了虔诚的需要,把只有十四岁的湘妃献给了乾隆皇帝,乾隆对其一见倾心,向纳为妃子,并为其建造一座宝月楼给湘妃住,但湘妃是个性格刚烈的女子,明确表示不能从命,后来,乾隆皇帝想强行临行她,结果被湘妃拔刀刺伤,太后听说此事后,利用乾隆不公中的 机会,江湘妃直接刺死了,乾隆回宫后,见湘妃已死,伤心欲绝,一边让宫廷画家,意大利人郎世宁,所画画了一幅湘妃容装像,然后挂在宫中,以为怀念,另一边按照湘妃的遗言,乾隆派土耳兜的妻子苏代湘人,将湘妃的遗体护送回新疆,让其魂归故里,然而,据是学家讨证,真正的湘妃并不是这样的, 历史上所谓的湘妃,其实就是荣妃,那么,荣,妃又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?据史书记载,荣妃生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9月15日,其足为何卓氏,乾隆二十五年1758年,定边将军赵贵平定回部,何卓氏亲属因配合清军作战有功,而受封,并到京师定居,何卓氏也随同到京师,乾隆皇帝 见到荣妃后,见其相貌清丽,财思敏捷,谈吐非凡,很是欢心,于是纳入后宫,先封为何贵人,后封为荣妃,地位很高,荣妃因为颇得乾隆帝宠爱,常常随乾隆初寻,然而,荣妃是个不大命不大的人,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,荣妃定是, 中年55岁,被葬在河北青东陵的玉妃园起内,那么,荣妃究竟是不是被民间神化了的湘妃呢?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,持肯定观点的主要理由有两点,一是有后宫绝密档案为证,据悉,乾隆后宫四十一位妃嫔中,只有荣妃一个是维吾尔族女子,所以推断荣妃是湘妃,二是有盗墓笔记为证,从荣妃墓中出土的文物来看, 棺木上刻有古兰经的经文,随造的如意、荷包、珍珠等物品,都与历史上传说中的湘妃极为相似,因此,推断两人为同一人,而持否定观点的主要理由有四点,一是查无此乡,再是急于档案中,并没有容非提散异乡的记载,因此推断湘妃是子虚无有的,二是查无此事,史料证明,乾隆帝下令在西苑界宝月楼的墓地, 不是为湘妃,因为建楼的时间境,然在其进京之前,这显然不符合常理,三是查无此案,正事上并没有湘妃被皇太后辞死的相识记载,四是查无此画,乾隆那幅清代女子荣妆相的命名,极可能是一种巧合,并不是专门为湘妃而画的,但荣妃究竟是不是传说中的湘妃,历来争议不休,目前还没有缺切答案, 有待进一步考虑